電影狂野 主持 陳子芬 Wonder Woman 這個神奇旅盒 很多人都說這部電影很期待 有些人說看 Superhero 這部電影很好看 這個爛番茄的 Rotten Tomato 甚至給了它九十多分 說真的 爛番茄說的東西能否相信 這麼多年來我都緊跟著爛番茄的指數 爛番茄說好看的電影就不一定是好看的 不一定是適合我看的 爛番茄說的電影是不好看的話 爛的綠色的 我一定會拜 爛的電影都很少我看的電影是好看的 所以都欠不少看戲票的錢 說回這部電影是Wonder Woman 其實在公在先我都不太有空 但我都走去看 看完之後我又覺得不是很差的 但我又真的覺得拍得不夠過癮 你也知道 DC 近來的戰績也是一般 上次的蝙蝠俠對超人 都是慘不忍道 全靠這個Gal Gadot 式件的Wonder Woman 一出來就搶了鏡頭 結果 Spin Off 就拍了這部電影 不夠過癮就是說 大家都是一心去看超級英雄的電影 但誰知道這部電影 主要其實是一部劇情片 我可以說這個可以說得上是女版的 王者之劍和解密遊戲 這次的焦點都是落在Gal Gadot 身上 有性感 當然留下手臂和大腿 無雙大雅的 動作也做得不錯 但我覺得文氣真的差一點 始終都不是演技派 而且他說的英文 好像是否逐一字 逐一字抖出來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如果聰明一點 其實真的不要安排這麼多文氣 給他 你只是性感 露多點大腿 露多點手臂 還有動作也做得不錯 但動作也挺有型格 拍起他上來 我覺得有些美版的林阿珍 大鄉你出城 拍著Chris Pines 我真的有點想起 這個表姐你厲害 Chris Pines好像梁家輝一樣 照著他 導演這次就是Pattie Jenkins 過往拍過一部電影叫Monster 最出名的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一直以為是花瓶 查理斯花朗成為了奧斯卡影后 其實我看過這部電影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香港人沒有拍過 但這部電影 查理斯花朗真的脫胎換骨 很強 很恐怖的殺人狂魔 好 老實說我沒有看這部電影 我會有一個期望 女人導演 女演員擔政 女性電影 但我中觀整部電影的成績 我覺得這個導演 比較眼高手低 好像想說很多話 先女下犯 為了愛情 為了理想和平 但有一些感覺 就是高不成低不走的感覺 其實我未看這部電影之前 都想過 把另一部電影 也想說 《29加1》 又是女性電影 這部電影 現在香港文說已經過千二萬了 其實我今天也想說 《29加1》 《神奇女俠》 是否女性電影 能頂半邊影壇呢 本來想說這個題目 但我覺得《神奇女俠》的成績 我又覺得很麻煩 所以今天我又轉了這個 idea 不想說這個題目 反而我這次的題目 反而我會推薦《29加1》 多於《神奇女俠》 《29加1》 其實《一人劇場》 大家如果記得 就是《La La Land》 《星星夢女人》的女主角 都是自己的風格 彭秀偉也是 老實說 我對香港話的界 不太認識 有時不太分清楚 誰叫陳秀偉 誰叫彭秀偉 有時也搞錯了 有個導演叫做《賴恩池》 他又拍了一部《1加1》 《N加N》 所以《29加1》 我經常有點混亂 不過《彭秀偉》 我對他最有印象 當然不是《29加1》 因為我未有機會看過 但反而我就是 早幾年他拍了一部短片 《兩母女》 我已經覺得 有些驚為天然的感覺 今次看《29加1》 顧名思義仔 一個舞台劇的改編 自己的舞台劇改編 但他的電影感 演員的走位 當然他下了很多功夫 變得好像 場面調度 我覺得彭秀偉是有料到的 事實上有些話劇改編成電影 成績都是一般 甚至今年《奧斯卡》 有份提名 《最佳男主角》 《Danser Washington》 那部《Fances》 他親自撿到 亦都是他自己做的畫劇 整套戲就是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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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女白 畫面或者電影感 是沒有什麼改善的 在拍攝成電影版 還有彭秀偉 今次請了兩個 都叫做 漂房讀藥的女演員 一個叫鄭欣怡 一個叫周秀南 周秀南 周秀南 大家都知道 十多年前 由這個《Nainmo》做起 拍過很多 都不是很顯眼的電影 近來 和鄭丹瑞拍過 《分手100次》 和《小男人周記3》 就開始 這個女演員 好像開曉了 這次在《29階日》 令人有一種很驚艷的感覺 這個女演員 可以拿捏到 一些複雜的角色 內心戲 做得不錯 另一個就是鄭欣怡 鄭欣怡 大家都知道她是誰 就是著名演員 沈天霞的緋姐 的女兒 但她的演藝 仕途都不是很順利 但比較特別的是 我覺得鄭欣怡 這角色 其實肯定做回自己 又是性格 甚至說她的母親 都已經不在人間 所以難不了鄭欣怡 這個角色 其實說鄭欣怡 這個演員 我覺得大家要多留意一下 因為以往演戲 可能你不太記得 或者很起眼 但你細心看 這個演員 是有下心思的 你看她做這個 很難的 我愛香港 那些 她可以引到你笑 這個演員 還有 最近做前國衛 那部《辣境霸王花》 也是很搶的 其實 我覺得鄭欣怡 如果繼續做下去 她應該會有 她影壇的代表作 說真的 今時今日 夠膽拍一個 女人執導的 兩個 不是這麼有票房 保證的女演員 不去擔正 這個真的很有膽識 換句話 第二個老闆 可能已經叫你 喂 什麼 說兩個女人快要30歲 哪裏收得 不如拍 不要29加1 拍49加1 改了她 不要兩個女人 兩個男人 找古天樂 和劉青雲 可能又要加一些不等待的情節 槍戰 動作片 都不定 所以我覺得蕭先生 很有膽識 這次真的 總括而言 我這次 如果真的很不空 只可以看一部電影 看29加1 電影狂熱 主持及讚稿 陳子斌 我這次